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随着年龄的增长 大脑也会变得越来越退化 而老年人也容易出现 老萎缩 一旦换上老萎缩 就会给身体带来很大的影响 40%的老年朋友 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萎缩 可以通过做词和共振 或头颅吸体来做出判断 只要没有明显的症状 这都属于正常的衰老现象 但是当患者出现记忆力减退 听力下降 语言不清楚 走路不稳 肢体抖动 头晕 精神行为障碍 那么就要引起重视了 出现老萎缩时 患者语言会出现一定的障碍 经常会有一些词语 或者是把一些不连贯的词 不合理的组合在一起 还总会忘记一些事情 失去一定的方向感 有时在家门口都会出现迷路的症状 老中医给大家分享一个 治疗老萎缩的小偏方 而且这个偏方特别的简单 只需要几种家常的食材 搭配在一起煮一煮 特别是50岁以后的中老年朋友 可以隔三差五的煮一次来喝 就可以很好地预防老萎缩 一辈子也不会患得老年痴呆症 我们首先来准备一个苹果 先用清水把苹果清洗干净 苹果它是一种常见的水果 它营养丰富 药用价值还很高 苹果当中含有多酚 能够抑制癌细胞的增值 对于有小老萎缩的中老年朋友来讲 经常吃苹果或饮用 浓缩的苹果汁 都能够很好地提高 前列腺的杀菌抗菌能力 可以达到预防和治疗一些疾病 建议小老萎缩的患者 可以每天吃上一个苹果 一定要带着皮吃 我们可以生吃 也可以煮着吃 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能起到抗氧化 抗癌的作用 会更明显地延缓小老萎缩的进程 苹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 维生素E 蛋白质 糖类等营养物质 适当地吃可以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可以间接地补充老力 但苹果含有一定的果酸 不建议大家空腹吃或大量吃 都可能会刺激胃连膜 导致胃酸分泌过多 苹果我们不需要太多 只需要半个 把它清洗干净 切成小块就可以了 接着再准备一个胡萝卜 先把胡萝卜皮消除干净 胡萝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 其中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维生素 上食纤维等营养成分 适当地食用 可以补充身体需要的营养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 还可以促进胃肠道蠕动 能够起到预防便秘的作用 中老年朋友在日常生活中 常吃胡萝卜的话 是可以帮助保护人体 心脑血管疾病的 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 多吃胡萝卜对身体好处是非常多的 坚持吃的话 可以帮助改善人体的压健康 研究表明 胡萝卜能够提高 抗心脏病 中风 以及高血压 动脉硬化 等等各种营养成分 胡萝卜素 在高温下也不会被破坏 容易被人体吸收 然后转化为维生素A 所以它能够治疗缺乏维生素A 而引起的夜蛮症和肝炎症 胡萝卜还有促进大脑的物质交换 能够增强记忆力 儿童和老人都特别适合去 经常食用胡萝卜 胡萝卜我们把它切成胡萝卜丁 接着再准备两颗的红枣 把它剪成红枣丁 红枣是一种常见的食材和药材 被广泛用于中草药中 红枣具有补皮液气的作用 可以改善消化功能 增进食欲 促进营养吸收 对于脾胃虚弱 食欲不振 消化不良 都有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 红枣还能够养血安神 调理血压 因为红枣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尤其是维生素E和维生素C 铁和钙等 这些成分有助于补充血液中的营养成分 同时还能够达到建脑正经的作用 红枣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特殊的微量元素 这些成分对于大脑的正常发育功能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有助于中老年朋友改善记忆力和提高注意力的作用 而这些物质还具有正经和抗焦虑的效果 所以它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去食用 接下来再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的确有很高的营养物质 它能够养胃 其中维生素B的含量是特别高的 还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维生素和钙等成分非常丰富 因此吃小米对于大脑的运转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此外小米的营养功效特别的全面 它对于慢性疾病也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对大脑发育有很大的注意效果 小米中含有的色胺酸元素 它可以使大脑思维活跃 受到暂时抑制 能起到很好的安神助眠的效果 所以经常煮一些小米粥来喝的话 有很好的缓解疲劳、饥饿、安神、助眠、改善便秘 小米当中还含有钙子 每天适量的吃一些小米 可以预防身体缺钙 对于老年人的预防骨质疏松 也有一定的帮助 有很多的老年朋友还会便秘 如果大便干燥、排便不畅的困扰 也可以适量的去用小米煮粥喝 可以快速的缓解 因为小米当中的膳食纤维含量特别多 吃完以后可以促进胃肠蠕动 对于老年朋友的便秘也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小米我们用清水轻轻的淘洗 移倒两遍就可以了 然后用漏勺给它控水捞出 控干水分直接倒入砂锅中 再把其他的食材也一起倒进来 然后碗里面一次性加够足够的清水 中途不需要加水 盖上盖子用大火煮开 再转小火慢煮30分钟的时间 趁着这个时间 我们准备两三颗的香菜 把它清洗干净 香菜它是一种冬天常见的蔬菜 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香菜中含有丰富的叶酸 对于神经系统有着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促进大脑发育和保持神经功能健康 总之适量的食用香菜是非常有益处的 特别是对于山高人群 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香菜清洗干净 切成小段就可以了 时间到后 我们的粥也煮得特别浓稠了 这个时候再把香菜加进来 煮上两三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制作视频不易 一个小红星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可以让我高兴的睡不着觉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小红星吧 辛苦大家了 这道周我们50岁以后可以隔三叉五的煮一次来喝 坚持喝的话可以避免大脑萎缩 引起的记忆力下降和智力减退等症状的发生 还具有一定的健脑和补肾的作用 另外还可以降低血脂 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起到软化血管达到腻尿和镇静的作用 还能够降低血压和胆固醇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哟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